他顶着一个蘑菇头,却长成了参天大树,他没有荣华富贵的出生,却凭借自身努力抵达梦想彼岸,他怀揣赤子之心,靠不懈奋斗走进高等学府,他是平凡人,却丝毫不普通,他就是以681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女学霸,徐科娟。 微观人物故事,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。本期子牙同去,微观视角,就为大家介绍徐科娟的底力人生。徐科娟出生于湖南省磊阳市于庆县的一个农村家庭,祖祖辈辈都是寻常百姓,为了解决温饱,徐科娟的父母在他不过六个月的时候便忍痛离开了家,这个女孩从强保中时到长成洛洛大方的姑娘, 数年来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与父母团聚,更多的时候,她都是一个人。 父母远在广东,在一家制衣厂里上班,徐科娟独自一人待在家里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寂静的房间,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,她的生活和学习历程里几乎看不见父母的身影。 但是徐科娟从来没有因此抱怨过,在父母回家的时候,她把高兴和幸福写在脸上,在短短几天里跟双亲述说自己一年来的经历,父母外出工作时,她便把所有心思都寄托在学业上面,书里说,好好学习就有机会去到大城市。 但是,徐科娟心里在想,等到自己学出了名堂,爸爸妈妈也就不用再离开了。 抱着这样单纯的想法,徐科娟显得比同龄人都更努力些,她不舍得把时间消耗在贪图享乐上,更乐意把没明白的知识点学个清楚,学会了的也要反复熟记好几遍。 徐科娟的初中是磊阳市郑元学校,她的母校是当地出了名的重点学校,陈旧的校门里走出过北大升和省理科状元,是一所全封闭式管理学校,首创了二加四学制的教学模式,也就是将初中与高中结合为一体进行教学。 在徐科娟出入正元的时候,前两年的时间用来学习初中知识,后四年的精力要放在苦读高中知识上,她知道自己就读的学校有着如何辉煌的历史,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传奇。 在别的同学都还在嬉戏打闹的年纪,徐科娟已经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清华大学,她听说北大清华是国内的知名大学,能考上的都是人中龙凤,她知道学校已经有了一位北大学生,那自己便要成为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女生。 她的志向,绝非说说而已,在目标明确了之后,从初一开始,她就在为自己的梦想独自努力着,天才刚刚亮的时候,她便早早起了床,为自己和老人做好早餐之后,就在清新的空气中开始了一天的学习,沉读是她的复习方式,清脆明亮的读书声中夹杂着村落里的鸡鸣犬肺之声。 周围的街坊邻居对此早已习以为常,在抵达教室之后,她会拿出书本复习一遍老师们昨天教的知识,预习今天学的内容,课堂上总会看到徐科娟聚精会神厅课的模样,课间时间也被她利用起来做习题备单词,放学后她也没有给自己留出片刻的休息时间,在吃完饭后就马不停蹄投入到了一个人的学习世界里。 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陆续关灯睡觉,一片寂静之中还能听见徐科娟翻书或写字的声音,一片黑暗里使她房间抬灯的光亮仍在照明。 这样的学习模式,徐科娟一坚持就是好几年,没有人监督她,没有人催促她,她所做的都是因为自己想做。 初中的两年里,徐科娟都是班内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,到了高中阶段,较为复杂晦涩的知识也会令她苦恼头疼,但是她从不会因此懈怠,反而会觉得刺激且有趣。 她把学习视作闯关,每次把一个知识点领悟透彻之后的自豪感和快感都会令她欣喜。 寒窗苦读的十二年里,她一直以来都是同学眼里的学霸,是老师们心中的好苗子。 所有人的笃定,徐科娟这个女孩长大后一定会有大出息。 徐科娟的父母在女儿上了高中后决定回家,离家多年,对女儿的牵挂和愧疚太多太重,缺席了孩子的童年已经是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在孩子冲刺高考的时候,作为父母是应当陪伴在身边的,他们回到了湖南,用积蓄开了一家电气店,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。 已经不再是小孩的徐科娟,因为父母的回来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开心,同时也更加有了力量和勇气,激励她更用功地学习。 2018年,学校组织了北京励志型的教学活动,徐科娟作为优秀学生也名列其中,那是她第一次远离故乡,来到电视里的北京,繁华的都市让她向往不已,矗立的高楼和闪烁的霓虹令她看得入迷。 她走进了梦想中的清华大学,虽然还不是以正式学生的身份,但是能够提前参观一番已经很高兴了。 徐科娟走在校园的道路上,优美的环境和浓郁的学习氛围让她激动,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年立下的目标,那就是要来清华读书。 短暂的北京之旅很快结束,对于徐科娟而言,却是久久不能忘怀。 在回到学校之后,她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学习上,从来不觉辛苦,从来不会疲惫,因为她知道,只有加倍努力,才能实现梦想。 毕竟和她拥有同一个目标的人太多了,自己万万不能松懈下来。 2021年,高考如期而至,徐科娟从容地走进考场,自信地合上笔盖,这是一场她准备了太多年的战役,每一道题和每个知识点都早已熟记在心。 成绩出炉的时候,成绩栏里显赫的681分肯定了她长期以来的努力。 湖南省第68名的排名是作为她付出的回应,她收到了清华大学抛来的橄榄枝,她报读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试验,顺利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准学生,她做到了当年为自己制定的目标,成为了母校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女生。 徐科娟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来,亲朋祝贺,母校称赞,对于女儿考上名牌大学的事实,徐科娟的父母虽然开心,但并不意外,他们对于正元学校的实力是信任的,女儿的勤奋和实力是有目共睹的,女儿能够考上清华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。 人们常说,有智者是进程。徐科娟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这句话的含义,她是一介文弱女生,但从来不娇弱,在生活上,她足够独立,在学习上,她足够用功,她内心强大,她为人踏实,在没有父母陪伴的岁月里,她能够依靠自己的想法和现实做出决定,她不需要父母担心操心,学习从不放松,将方法技巧和毅力融入其中。 考上清华,不是侥幸,不是意外,是凭借多年来的储备和自身的实力。 听完徐科娟的事迹,你有什么感想?在你的身边,也有像徐科娟一样的学霸吗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